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值得来看的 我们去参观这个玉佛寺在走国陛的大皇宫 四十字的邪居王朝 现在第九十环 这个是伯米彭寺老国王四年前的故事的一年年 一年年 一六年的十月十三号 一六年了 这个就进到了国王 我们就进到皇宫 五年才完成 这是玉佛寺 237年的历史 237年的历史 这是舍利塔 里面有释迦摩尼的舍利子 中国法蒙寺也有 法蒙寺放的是石子 石骨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看这个舍利子塔 金灿灿的 非常非常好看 前面这是大雄宝殿 这一座就是大雄宝殿 这一座就是大雄宝殿 这个是长津阁 大皇宫里面的长津阁 大皇宫里面的长津阁 这是火山时造的佛 前面这个金塔是报恩塔 下面有很多的神 顶住这座塔 就好像父母的恩众如山 要有很多人来撑起来 来把它顶住 这叫做报恩塔 还有两座 这边一座 旁边还有另外一座 这是门口的一对泰国麒麟 看看这些都非常的精细 非常精细 里面就不能摄影 不能拍照了 所以就能在门口拍一下 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 前面这一座是这边的钟楼 看到中间上面有一个钟没有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钟楼 比较福气的就能听到 钟楼就是生人过世的时候 上面就要敲钟 这是针对生人过世的时候 特别建造的 这个壁画有534米 一直到最后 非常精致的壁画 前面这个建筑物呢 就是大皇宫 这大皇宫呢 是英式和泰式建筑的结合体 下面是英式建筑 白色的部分 上面塔和屋顶的部分呢 是泰式的建筑 非常非常的雄伟 而且漂亮 建的真的很好 旁边这一栋呢 它是皇室的殡仪馆 是皇家有人去世的时候 都在这里面 前面这地方就是出口了 差不多已经参观完了 我们准备要往出口走了 这些树也修剪的 很特别 都把它修成圆形的 像一个球 好了 前面就是门口了 我们要出去了 大皇宫结束 现在呢 我们要去 大皇宫结束 曼谷的天拉汤 刚吃饱饭 吃了中午饭 我们现在到唐人街 就在我的前面 走路大概三分钟就到了 这就是唐人街了 已经到了 天拉汤 中国城 很多的燕窝 而且泰国是燕窝生产大国 早期的中国人来到泰国 都聚集在这边 所以形成这么一个地方 China Town 唐人街 晚上人多非常的热闹 这都是卖一些南北干货的 这些是唐人街街边卖的 唐人街的市场 一般百姓的市场 肉松 哇 捞网是金色的 街边卖的鱼 这些卖的都是一些南北货 就像到了中国一样 在国内或在台北的迪化街都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就像到了迪化街 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卖的都是中国式的衣服 中国年都过了 但是还是喜气洋洋的 卖了很多过年时候的卦饰 刚吃完饭 在China Town这边呢 看到一家现磨的咖啡 街边的现磨咖啡 还有泰式奶茶 看一下它的价位 看一下它的价位 Cappuccino 冰的40块钱一杯 这个时候喝一杯冰拿铁 必须很爽 OK 我的Ice Latte 这是泰国式的剉冰 泰国式的剉冰 炸油条 这是泰式的炸油条 OK China Town就到此为止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实弹射击的地方 前面的泰国小美女 在跟我们说明枪支的使用方法 和各种子弹的价格 刚刚射击完了 这是我的成绩 我们刚刚这个实弹射击已经结束了 五发子弹一下就打完了 跟当兵的时候还差不多 也就是实弹射击 那我们接着就是要去沙美岛了 接着我们去沙美岛吧 沙美岛再见 我们现在准备坐船去沙美岛 今天晚上在沙美岛过一夜 然后明天早上在沙美岛玩一天 然后接着去帕塔亚 这是我们要上的船 我们准备开船了到沙美岛去 开船的是一个泰国的小美女 我们要出发啦 前面就是沙美岛了 我们已经上岛了 这就是沙美岛 沿着台岸边都是餐厅 可能现在是疫情关系 现在是一个饭点 但是餐厅的人都很少 每一家餐厅的人都很少 外国人居多 看到的都是老外 但是坐在这边吃饭 靠着海边 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 应该是很悠闲很浪漫的 现在是晚上 所以看不出什么 明天白天 再到这边来看看 这是海边的海鲜餐厅吧 很多海鲜 都是老外 一家大小 这是我们的房间到了 207房 很简单 哇 它这是一个三人间 一个大床 这是King Size的 2米乘2米的 还有一个单人的 这应该是一个家庭房 小型家庭房 房间不大 一个电视 冰箱 还有这些热水壶啊 茶杯 有个简单的 衣柜 保险箱 有雨伞 然后就是浴室 淋浴间 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 没有了 他待会儿会过来吗 这是我今天的晚餐 一个烤猪肋排 好大一份 配上啤酒 坐在海边 太安逸了 吃完晚饭 我们继续喝着啤酒 坐在海边看着火舞表演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明天我们再见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帮我订阅 点赞 以及分享 我们下支泰国旅游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